新冠肺炎疫情不见趋缓 对台东的观光产业冲击很大 观光局拧定了疏忽方案 不过补助对象却是今年1、2月业绩 和去年同期对照受到影响者 不过台东多项马拉松及铁人赛事停办 却是在3、4月份 六月刘赵豪要求考量到地方特性 重宽认定 台东县除了农业之外 最重要就是以观光为主的产业 不过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观光前景一片惨淡 虽然观光局拟定了纾困方案 但台东有部分业者可能看得到 吃不到 以台东为例 它真正的影响是在3月以后 1月2月那个时候影响 以台东来讲 以台东来讲是 我们如果用1月2月的业绩来做衡量 其实它冲击还没有显现出来 它真正显现出来是在3月以后 特别4月份 本来在台东有一些大型的比赛 铁神山巷马拉松等等 因为这样疫情取消 所以它的整体的影响 会3 4月之后才可以浮现 但我们希望赶快告一段落 所以我们这样衡量 我们既然政府要做这样的纾困 如果有属 它当里面有一部分是属财政部 有一部分是属观光局 都会在管理的部分的话 我们希望把这样的衡量 就是做比较的期间能够拉长 另外那个现在再炒两个草案 因为我们已经做了很多的方面的 跟听业者的意见等等 那我要把握几个原则 第一个就是我们政府要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要站在业者的立场 能够这几个振兴方案等等 站在业者的立场 还有另外 秋冬还有秋冬流补助 其实政策很好 我说之前秋冬流补助政策非常好 但是最令人家诟病的是在和销的部分 这和销的部分 我真的是要请 这个局里面跟主计单位 大家好好的来协商 用现代科技化 真的会 如果会有人模不当 那是为乎其为的少数 不要为了防堵 那个为乎其为的少数 然后设计到复杂的程序 我觉得反而让政府要去做的 这样的好的政策会被打折扣 刘赵强调 相关的方案 也应该考量业者的实际需求 检讨过去办理的经验 尽数规划配套措施 协助业者渡过难关 记得潘俊伟台东中的报道